我们上次呢 有稍微讲了一下 基本上假设我们是来算一个积分 FZ本身是负变的一个函数 OK 它在负数的空间当中 我们来积分它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先从状况来判断 就可以了解它的解可能是什么形式 我们现在的眼光几乎都专注于 某一些的积分呢 它本身是一个循环式的积分 OK 就是一个closed的积分 那么假设这积分里面的FZ 这个FZ的本身 假设它是在这个D的范围里面 全部都可以解析 记住 D的范围里面全部都可以解析 那么假设这个C呢 这个路径呢也在D里面 它并没有包住任何它不能解析的地方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积分啊 就等于0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事情总是有一点意外嘛 对不对 假设我们FZ呢 在绝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解析 除了Z0的这一点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只要知道Z0这一点 对它FZ呢 在Z0这一点展开来之后呢 找到它的residue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是很幸运的一种状况 那最简单的一种状况就是说 假设它只是个simple pole simple pole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面 它的积分呢 就等于2πi 乘上F 在Z这一点的 Z点这一点的值 诶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你们确认我这个有没有写错 2πi乘上什么 FZ0吗 好像不是哦 是这样子吗 F就带Z0就好了 但它的Z0不可解析 大家礼拜一上完课 回家还没看礼拜一学的吗 前面要乘上Z减到Z0 要除以Z减到Z0 OK 假设这边有Z减掉Z0 这样子就对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要把它的 让它发散这一点的这个因子 把它消灭掉 simple pole指的是指 这个呢 只有一维 只有一个次方 就是一次方 假设multi pole呢 怎么办 假设是个multi pole呢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FZ 除以Z减到Z0的 m四方抵Z 请问一下 后面要等于什么东西 记不记得 我也忘掉了耶 怎么办 大家都忘光光了 那它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什么 记不记得 一个蛮复杂的 对不对 2pi i乘上什么东西 蛤 微分 好 2pi i 乘上什么 微 m减1 除以底Z的m减1的 什么东西 Z减掉Z0的m次方的F 不不不 不用 已经弄掉了 是不是 Z0 这样子而已吗 什么m 对 还有个阶层 是m的阶层 还是m减1阶层 多少 是乘的还是除的 m减1 OK OK 有没有说 这边吗 对不对 还是里面 这边 好 这边要加入个m减1的阶层 这样子 乘进去 除 乘上 这个 是不是 确定 OK 好 很好 大家拼得差不多了 假设有错 也是一点点小错 对不对 有没有错 你回家自己去查一下 好不好 这是你们的任务了 OK 好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假设 我们有个 积分 我们那时候是说 G D of Z DZ 假设 GZ 呢 is Analytic In D Except At Z Lin ZI 我们把Z1 等等的 比如说它有这么多 也就是它在一个区域里面呢 这叫D 它可能Z0在这边 比如说我画三个 这叫Z1 这叫Z2 它在这三个点不可解析 C is in D C在D里面 但是假设 比如说 好不好 我们C呢 只包含住几个 假设 假设包含了这么多点 而且假设 这些点 不是在时速上面 这样可以吗 在时速上面好像也无所谓吧 没有关系 事实上这边是无关紧要的 先不要帮你搞糊涂 这样就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它的解会变成什么 它会等于 submission i 不然你这样子写 二排 i 先把他提出来 二排 i 先把他提出来 submission i bi bi bi是什么 the residue of fz at z0 因子到达 因为c 一直包含这几个 对不对 那现在剩下的问题是 bi是等于什么东西 所以bi呢 我们定义它一个符号叫residue 我们就这样子写 ok oh 抱歉 这边不是这个 什么是gz 所以你只要把 能够把这个求解 求出来 那所有的解就跑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基本上就好了 那么上面 我们之前就来介绍几种状况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 这边的状况 比这边呢 更 完整 假设这里面都没有不可解析的 那就是0 一定要包含住不可解析的那个点 你才会有smission这个出现 又不然是没有的 ok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residue怎么解呢 我们这边啊 左边这个擦掉 左边这个g好了没 假设你们都已经 因为刚刚都已经背得出来了嘛 就代表大家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把它擦掉 然后把我们上次的几个状况呢 写在这上面 把它当作一个怎么样 一个整理 假设我们今天面对的simple pole the case simple pole的case 那很简单 那我们residue z等于zi的gz 就等于limit z趋近于zi 然后呢 我们前面讲 z减掉zi 乘上gz i吧 gz这样就好 我们刚刚在算的这些里面啊 比如说simple pole 我们下面一个解释 2πi 乘上fz 这个因为前面啊 是这个形式 所以这整个叫做gz 这个gz在z等于z0的地方发散 因为分母等于0 所以呢 后面会等于2πi 乘上fz 事实上根据这边就2πi乘上b1嘛 对不对 因为它只有一个 一个pole 而且这个pole呢 z减到z0的几次方 一次方 所以是simple pole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把怎么样 z0带进去就好 因为根据这边呢 你要z减到zi 乘上g g是整个 z减到zi 在这边因为只有个点 所以你把它乘上 z减到z0 是不是把分母除掉了 除掉直升在上面 那么limit z 去均于zi 现在zi是z0 所以它就变成f的z0 对不对 马上就算出来 所以这个 是很简单的 一个判断方式 第二个 假如说我们现在的方式 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什么方式呢 假设我们的gz的本身 是可以写成pz除以qz 它分子分母可以这样分开来 OK 而且我们要求pz 不可以等于0 OK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residual z等于zi的gz呢 会等于什么 limit 我们就把它叫 就直接这样 p的z0 除以q的一次方微分之后呢 z再把它带成z0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求取 它的这个方式 假设是个multiple of mth order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啊 我们的residual 就要写成为怎么样 m-1的阶层分之一 你看刚刚的 大家背的是对的 对不对 很好啊 然后这边的limit z的m-1次方 z的m-1次方 z减掉z 怎么越写越长 来来来来 写短一点 写短一点 m-1的阶层分之一 limit z 取经于zi dm-1 dz的m-1 里面是z减掉z i的m次方 乘上几z 这样子就是了 ok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将residual 通通的算出来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上次啊 讲到一半时候的 一个结果 之后非常快速的呢 我们就开始来看 几个实际的问题 好像我们这边 积分都在负数里面 积分才可以 但事实上未必 因为啊 我们可以怎么样 有几个呢 特别的积分 ok 比如说我们有介绍过 type 1 假设我们今天的积分是这样 假设我们现在有个实际的积分 是一个sin或cos的函数 它的积分 而且呢 它根据它这个角度的积分 刚好绕一圈 从0绕到2π 对不对 就是一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实数 那这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个转换呢 好像换成负数的空间 来看待它 那这个时候 它换的方式怎么看呢 它就告诉大家 假如说你可以把cosθ 看作1分之1 exponential iθ 再加上exponential 负iθ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上面呢 也是一样 只不过呢 中间是减的而已 然后呢 我们让 z 等于exponential iθ 我们这样设定 因为我们设定z的本身 是一个很简单的 强度等于1 在负变的空间 强度等于1 那角度由它去变化 OK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啊 通通就可以写成 2分之1 z 再加上z分之1 2分之1 z 减掉z分之1 那么 因为呢 z啊 会等exponential iθ的 上面设定的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抵z呢 就会等于什么 i z dθ 对不对 exponential iθ 对θ 微分就是i 乘上exponential iθ i就放在这边 exponential iθ 写成z 后面是dθ 所以 你dθ 就可以转换成为 dz除以iz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 一做的结果呢 我们上面的积分啊 立刻就可以转换成 一个什么样 一个fz 比较像是你原来的函数 我用z来取代咯 然后后面是什么 dz 除以iz OK 然后你绕一圈 因为我们这边设定了 z的强度是1 所以这一圈是什么 unit circle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积分会不会做 当然会做了 两三下就可以做完了 那 你很快呢 只要根据我们左边的 这个方式来判断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对不对 这是不是type 1 type 1 那我们呢 有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快速写 0到2π dθ 根号2 减掉cosθ 等于什么东西 经过这样一转换之后呢 它可以写成这样 我整个重新写一下 我不需要算得太仔细 OK 它整个会变成为 负的 负的i分之2 第一个的7点 在z加根号 根号2加1 根号2是1.414 加上1 变成2.4级 早就跑出了unit circle的范围了 对不对 unit circle半径只是1 另外一个7点呢 z是0 根号2减1 根号2是1.414 减1变成什么 0.414 刚好落到半径为1的unit circle 所以我们只要管这个 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答案呢 根据这一边 根本就算都不用算了 负i分之2 2πi 因为只有一个嘛 我已经算不都不用算 然后呢 这整个乘上这个之后 让limit z 逼近于这个点 那是不是就变成为 z就变成这个点啊 根号2减1 减掉 根号2加1 答案跑出来 非常快速的 算完之后 等于2π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 简单的转换 就可以将你在 实际空间上面的 积分呢 转换成为 负变空间上面的 一个密闭积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负变的技巧 就把它解决掉 OK 非常棒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example 一个show out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你可以如何的运用 好 不过问题是这边的 每一个都是一个什么 simple pole嘛 对不对 假设个multipole呢 就用multipole的方式 对不对 OK 好 type 2 这也是昨天稍微 证明完了 好 type 2呢 我们是一个 这样子 的积分 有个实际的 实数的函数fx 你把它从负无穷大 积到正无穷大 请问怎么算 那我们昨天怎么 我们也要用一个 什么技巧 把它转换到一个 这种积分 用这种积分 积分我们会算嘛 对不对 这边已经告诉你 怎么算 就是这么 两个规则而已 那但是我们怎么转换呢 我们怎么来看待 这个问题呢 简单一个看待的方法就是 我们呢 假设要转换到个 负变的积分 负变空间的事项 那我们要积是 从负的无穷大 积积积积积到正的无穷大 因为你这所有的东西 都在实数轴上面进行 OK 而且实数轴上面呢 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什么 不发散的地方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 先假设它从这个地方 积到这个地方 负变空间 积到正变空间 到时候把变空间 积进无穷大嘛 就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一边这样积分过来 我们把这个扩充它 无穷大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有了这个时候干嘛呢 那就简单啊 剩下的呢 反正我们负变 我们熟悉的只有 密闭积分啊 那我们就想办法 找一条路 让它绕回来就是了嘛 对不对 我们就找一条路啊 让它绕回来 这样是不是变成一个 密闭积分 是啊 right 所以呢 很快的这个积分 马上就变成 两个section的积分 第一个是这个片段 S 第二个呢 是小小的这一段 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为 比如说这个 这整个叫做C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两个相加 第一个 负R到正R 再加上 R到负R 回来了这一段 那我与其这样子写呢 我倒不如把它写成为S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当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把这个Limit的 趋近于无穷大 OK 因为这边是负重大 正无穷大 所以基本上这边都要Limit R要趋近于无穷大 那这边呢 是不是要Limit R趋近于无穷大 这边也是 LimitR趋近于无穷大 当你这样判断的时候 你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 就是你要的 你要求的 这个 经过判断之后 发觉 假设真的趋近于无穷大 它也趋近于零 那这样就很简单 就相当于说 你来求取上面这个而已 Right 求取上面这个 这个有没有区区无穷大 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反而是FZ 在什么地方有 奇异值 有奇异点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相当于我们要来求取这个 但这样并没有讲清楚 因为equation 你以为随便这样写就可以 不是的 因为我们绕是根据左边这样绕 所以我们习惯性 把它写 Summation I 我把这边弄掉 其中这个Summ呢 我会解 Summ 我就不会用I的表示 我说Summ All holes in the upper half plan 我们呢 只Summ呢 上半部的 Hall而已 OK 上半部的那些奇异点而已 其他的不管 你要是说老师 我就是喜欢跟你相关 我喜欢往下面绕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对不对 反正你知道有个圈圈 就可以了嘛 你要往上往下 是你家的事 OK 反正算算答案 基本上都应该差不多 OK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BI怎么判断 又回到这边了 看看你到底是哪一种po 我再来判断就好了 对不对 了解我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呢 就可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好不好 Example 我写在右边 我们要记这个 OK 四次方 OK 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我们这一看就知道 它这个什么 偶函数 因为E加X四次方 对不对 偶函数说 左右应该是对称 所以这个应该是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但是我们又熟悉的这个 是从负穷大到正无穷大 那没关系 反正它是有函数啊 我就让它负穷大到正无穷大 好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熟悉的这个呢 马上根据这个 就可以把它看作它一个环 一个这个半圆形的 的这个路径的积分 OK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把它写成为 No 这样就好了 我们知道这个C啊 是指这个路径 记住哦 是指这个路径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怎么判断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搞清楚 它到底有几个Pol 因为它的FZ的本身啊 是等于E加上Z的四次方分之一 所以呢 发觉它有几个Singularity呢 FZ has fourPols 当然了 因为它有四次方 当然是四个Singularity 你计算的结果 你发觉Z1 等于Exponential i的四分之π Z2 等于Exponential i的四分之三π 另外一个是呢 Z 我根据课本上的编排方式 所以它会在 所以它会在 Exponential i等于四分之π的地方 另外Exponential i等于四分之 一个四分之π 一个四分之三π 还有负的 负的 这四分之π的这四个地方 是它的奇异点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这个东西要写成 sumularity i submential bi 这边是sum什么 sum upper half plane的奇异点 这四个点 有哪些点是处在于上半面呢 有哪几个点 是不是Z1跟Z2 对不对 其他都不是嘛 Z2是吗 对 四分之三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个 这个是什么 四分之π是45度 另外一个135度 对不对 只有这两个而已 其他都没有 所以我们只要针对这两个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很快的 我们知道 它会点2πi的b1 再加上b2 因为只有这两个 现在只要把b1b2算出来就好了 大功告成 OK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来算b1b2 b1事实上就是什么 FZ呢 在Z1的 Residual OK 那因为它是个很简单的 SimplePol 每一个Pol都是SimplePol 所以很简单 我们就等于什么 Limit Z 区近义到Z1 Z减到 Explanetial I4 I4 Pi 算了 这个乱难做了 这样成了还要画开来 简单一点 我们把FZ呢 看成上面是PZ 下面是QZ 就好了 PZ 那根据这边找的方式 假设是SimplePol PZ的话 上面就写PZ0 下面是Q的 一次微分 微分完之后 再把Z0带进去就好 所以呢 它会等于怎么样 不用Limit 直接算就好了 PZ等于1 除以Q 下面的微分 1加上Z的四次方的微分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什么 4Z的三次方 对不对 4Z的三次方 现在Z在用Z1带进了 Z1的三次方 Z1等于什么 这个 所以算完之后 会等于怎么样 1有4倍的 Exponential I 四分之π的三次方 Right 计算一下 很快 所以你怎么整理 OK 给你四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I 四分之π OK 这是第一个 B2呢 也是一样 Residual Z2等于Z2 的FZ 一样 P跟Q 它的 Residual PQ就带PQ PQ是自己是1 Q呢 微完分之后 把Q2带进来 是不是 四倍的 Z2 三次方 答案会等于 四倍的 Z2是什么 Exponential I 的四分之三 Pi的 三次方 经过整理之后 会变成四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负 四分之πI 所以 0的DX E加上X 四四方 负定 二分之一的 这整个的积分 在乘上 2 2πI 再加上B1 再加上B2 负的四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I 四分之π 再加上 四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负 四π 分之I OK 整理一下 它会等于 什么东西 负的 2跟2消掉 四分之一提出来 四分之 πI 这边正的 写在 负的已经提出来 Exponential I 的四分之π 减掉Exponential I 的 负的 I的四分之π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但是呢 这个一看就知道 跟Sine有关系 OK 重组一下 变成为 负的 四分之 就整个杀掉了 πI 没有太大问题 对不对 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 我们下面有 我看看 一个形式 两个形式 OK 我们再两个东西讲完 我们这一章就结束 OK 希望今天轻松一点 把它结束掉 假设还有时间 我们再讲一点点 conformal mapping 第十七章的一点概念 OK 第十七章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它没有那么快 OK 有人问说 为什么这边只要管这两个 B1加B2呢 为什么要管这两个Po而已 因为当我们做这个转换的时候 转换成它 这个怎么算 我们当它转换成它的时候呢 我们画的圈圈是上半圆而已 对不对 从十数组画过来 然后再画上去 对不对 只是把R区均到无穷圆 无穷圆 无穷圆 那当然这画这个半径 就无穷大 无穷大 那当然就把整个上半部 全部都涵盖住 那我们所有的积分 所有的这边 你把它想象成 BI BI是谁 是指你这个路径里面 所包含住的奇异点 我是管里面 我没有去管Z3 没有 抱歉 不包含在我的路径里面 我就不管它了 我是管包含住的 那你告诉我 在我们目前这个上半部 这边四个奇异点 有哪两个 在 有谁在上半部 只有Z1 Z2 所以我们只管Z1 Z2 Z3 Z4呢 抱歉 他们都在下面 我们不理他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管这两个 所以你看 你要是要画的话 它奇异点是什么 X Y 它强度是1嘛 所以假设是1 角度45度 大概在这边 Z1 Z2 对不对 Z3 负的三分之间 这个是Z3 Z4 但因为我们 这个积分的 画起来的圈圈 是上半部 从这边跑到无穷远 画过来 画到无穷远 副远远 然后再画回来 所以当然只包含上面这两个 所以我们SUM 只要SUM这两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边有写SUM 一个 一横 然后一个箭头朝上 OK 代表上半部而已 其他的我们就不管 对不对 那这样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记住 你要把这个基本的特性 把它把握住就好 好 我们继续再讲下去 所以我们先将 Type 1 Type 2 操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保留 所有的东西 OK 我们其他就可以把它擦掉 所以我们这边有Type 1 OK 但是这次我要写详细一点 OK 0到2π Fcosθ sinθ dθ 我们可以把它 利用 Z等于exponential iθ的方式 把这个积分 把这个积分整个转成 整个转成为 Fz dz over iz 的积分 这个C呢 a unit circle Type 2 Type 2 我们可以把它 转换为 这个是上半步 绕圈圈的 所以它会等于 2πi subvention bi bi是some 所有上半步的 起义点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东西 好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看看 第一个fx 一定要是个什么 real rational function 它一定要是个什么 时速的有力函数 OK real rational function 第二个 分母呢 写中文比较快 分母呢 绝对不能够等于0 for all real x 指的是说 这个函数呢 在十字路轴上面 不能够有 起义点 我们才可以 用Type 2的方式来解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边加强成 它的积分是在这一边 这一条路上都没有起义点 你有任何起义点 是包含在里面的起义点 我才要看 而不是在十数轴上的起义点 不行 OK 第三个 分母的次方 一定要大于分子 次方 加2 OK 一定要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大于等于 它才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来看第三种状况 假设我们现在要积分了 是一个fx 再说cosin sx 的形式 或者是 fx 乘上cosin sx的形式 OK 也就是说 里面的积分里面 里面的函数 你可以把它拆开成 两个函数的相成 一个是fx 一个是sine 一个是cosin 这种相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办 当然 还是有几个要求 我再把要求写在这边 f 第一个 fx is a real rational function 第二件事情 分母 写中文比较快 不等于0 for all x 也就是fx 这个 记住 它只是 积分里面函数的一部分 你把它定位 fx的这个 它的分母呢 绝对在 十数轴上 不可以有七一点 OK 因为 假设你在那上面 有七一点 我们要另外的做法 OK 好 第三个 那一样 分母 的次方 永远要带来等于 分子 次方 加上 加上2 OK 好 那我们怎么做 为什么要说 特别把它抓出来呢 因为sine cosine 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exponential i fida 可以写成cosine fida 再加上 i 的sine fida 所以就代表 cosine fida 是代表什么 意思 是代表 看看我的符号 是什么 real exponential ifida 的 实数部分 所以我前面写个re 代表它是real sine 我可不可以用这样写 它代表是 exponential ifida 的image part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写 那 我只要所有的运算 用exponential ifida 来运算 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看你是取 实数还是取 虚数就是了 就是它的特色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Let's consider 一个积分 consider这个积分 fx fz 乘上exponential isz 为什么sz呢 因为这里面的变数是sx sx 我已经把x转换成为z了 我现在看这个 在复数平面上面 OK 这其中的s呢 must be real and positive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求它 就跟先前的一样 x y 我们呢 这个是从负的无穷道 到正无穷道 就好像这边一样 这里面是整个的函数 这个只是把函数拆成两项 不管怎么样 我把这个当作 这一段再加上这一段 同样适用 Right 所以相当于呢 我们把这个呢 就直接负雄道到负雄道 就把它当作一个圈圈 那我们要看的眼光 是不是上半步 对不对 上半步 或者是你把这个叫正R 怎么叫负R 5 这样子的积分 入境 到时候把R B进到无穷大 就是了嘛 对不对 标题有写错吗 我看看 抱歉 我真的是头晕了 我的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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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然我干嘛写两次 实在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要怎么积分 这个很简单啊 假设根据这样一来 这个东西就是 2πi summation bi 对不起 sum所有上半面的 sum所有上半面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啊 那bi是谁的bi 这一整个函数 bi the residue of fz 乘上 exponential isz the residue 就是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要做完 好像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忘掉 这个exponential isz 事实上只有 实数部分才对应于它 虚数部分对应于它 所以它算出来的解呢 你要分出实数跟虚数的部分 ok 但是呢 不要忘掉 这个地方 算出来实数部分对应于cos 但是前面有个i 所以i乘上实数 整体会变成虚数 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OK 抱歉啊 它会变成为 负的 2pi summation imaginary part the residue the fz exponential isz s 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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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ean 这样就是了 OK 看起来也很简单嘛 对不对 就看看你要怎么样分就是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再来做个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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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积这个 从负雄大到积到正五雄大 分母是k平方加x平方 分之cosSx s本身要大于正的一个实数 k本身就是一些实数 也是实数或者一些常数 所以呢s要大于零 k要大于零 当然了你也可以问一件事情 假设我上面cos写成sin 分别等于什么 第一个 这个里面有cos 也有一般的 这个x的函数 我们干脆就把它分解成 这两种函数 所以我们就让呢 let 这个呢 让fx呢 就把它看作是k平方 再加上x平方分之一 所以呢 我们上面的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等于 k平方加x平方 再乘上cos sx dx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fx 所以呢 我们要的只是把它转换成为 我们再求取这个 的这个积分而已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cos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到时候要记住 后面这边要求取实数 但因为前面这边的关系会有2πi 所以就变成整个企业的虚数部分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2πi 抱歉 负的2π sumension 我取什么 imaginary part 后面是什么 residue 哪一个谁的residue cosin sz 除以k平方 再加上z平方的residue ok 谁的residue sum 上半部 我只要判断这件事情就好了 所以相当于我只要解这个就好了 到底有谁在上半平面就好 那这个有什么奇异点呢 当然有了 z平方加k平方 这个 这个fz z平方再加上k平方分之一 是不是可以写成为 怎么样 z减掉ik z再加上ik 分之一 是不是 他有拿几个奇异点 所以这些都是simple pole 第一个z在ik的地方 第二个z1 z2 z2在负ik的地方 告诉我谁在上半部 z1 在上半平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要管z1就好了 所以只要解掉这个就好了 那这个很简单 那 我们知道了这个 那紧接着就是说 residue cos sz 除以k平方 再加上z平方 它会变成什么 因为现在是考虑这个z1 这相当于p除以q 相当于p 除以q 所以呢 我们p呢 就把p带进去 去那边cos s 但是我们不喜欢cos 我们喜欢把它转换成为 什么 exponential的形式 抱歉 这边要转换成exponential 这边就把它转换成exponential 这边就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isz是什么 ik 下面呢 是微分一次 k平方加z平方 微分变成2z 对不对 2 乘上ik 所以 这整个的解呢 就可以写在这边 会等于负二拍 imaginary part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pull 的这个exponential 的这个exponential isik 除以2ik 算一下 算一下 等于什么 算一下结果 你会发觉 它会等于 k分之pi exponential 负的kx 对吗 i 变负的kx 2个2消掉 对不对 负的保留 怎么会差一个 怎么会差一个负号 对了 因为这个i是在分母 你要取虚数虚 把它弄到上面 一弄上来加一个负号 负负得正 因为只取虚数的 的系数 所以i就不见 所以这边k分之pi 答案就是这样 OK 第一个就算完了 第二个呢 我只是取real part而已 根据这边 只取real part 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有real part的吗 这边有real part 这边只有虚部 根本就没有real part 所以它real part 等于什么 0 算完了 OK 好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好 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的积分 富雄大到正武雄大 永远都在专注 在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 这个函数 不管你3721 这个函数的本身 在十轴上 绝对不可以有奇异点 为什么不能有奇异点 谁规定不能 对不对 一定要有 那以前我们怎么面对 这个奇异点 我们是说 假设这个东西终 我们是说 假设这个东西绕圈圈 里面有两个奇异点 去解就好了 解它的流速就可以了 解它的这个residue 就可以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你记不记得我们早 现在讲的时候 假设你有个domain 是这样子的一个domain 你以为你在里面并不是全然的可解析 比如说抱歉 这边有一小块就是不可解析 其实这里面不可解析 你可解析的只是在旁边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上次讲了一个理论 你在这边这个积分 不管你是怎么画的 你这个形状要怎么画 只要你包含住它 最后你的积分就变成里面的这个积分 也就是说你任何一个积分 就会变成为C'的积分 你眼光只要看到不可解析的这个地方 去把它框起来就是了 假设这边呢 你不可解析的不是一个区域 而是一个点 那是不是就代表你这个区域越缩越小 越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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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那这些都好办 因为你在这里面我可以绕个框框把你圈起来 假设像我旁边这边这样子 时速轴上面有个七点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去绕个框框把它绕起来 我们本来是说你这边要是有两个七点 比如说这边有个七点 你呢这整个积分最后会简化到 只是去绕着它积分而已 假设有两个七点 OK 那我简化到去绕这两个七点的积分相加就四楼 那我今天在十字路走上有个七点 我怎么办呢 你如何去绕着它一个圈圈 不是type sun type sun 中文字幕志愿者计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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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再加上 前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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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订 你只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就可以就可以 ok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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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B3 中文字幕志愿者 答案 在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